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兰花 进入了秋季就是兰花孕育花类期 那么就有花友发信师说 现在都已经是9月份下旬了 怎么不见自家的兰花孕育花类呢 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我们想要兰花孕育花类 必须要满足三个条件 这三个条件必须要做好 才能让你的兰花成功的花芽分化 那么是哪三个条件呢 第一点光照 因为在秋季的光照呢 没有在夏季的光照那么强烈了 我们在养护的时候 要适宜的把它搬到室外去 给它释收下光照 但是在中午的时候 光照太过强烈 我们一定要给它进行遮阴 给它散色光即可 因为这个光照呢 就是兰花进行光合作用 寄照养分的源泉 只要光照充分了 兰株体内积累的养分就多 孕育花类的可能性就大 如果在光照不足的情况下呢 就是这个兰花繁茂 但是呢 它产生的花类也是很少的 第二点养分 不管这个兰花 它是否长出新芽 或者是花芽分化的时候呢 我们都要给它充足的养分 首先呢 在它长秋芽的时候呢 我们就以蛋肥为主 但是呢 这个蛋肥 我们就要给它尽量少试一点 如果是花芽分化期呢 我们一定要以磷甲肥为主 我们通常使用的磷甲肥 都是这个磷酸二青甲 因为这种磷酸二青甲呢 它是高纯度的高磷肥 98% 还有就是这个花兜兜二号 它所含的磷甲肥也是非常高 但是呢 它也有一部分的蛋肥 这样的话 既能促进它生长 又可以促进它花芽分化 第三点 温差 在九月份下试呢 白天的温度高一点 这样的话就能光阁作用强一点 制造肌累有机物更多 但是呢 晚上的温差稍微低一点 这个呼吸作用就会减弱一点 分解 稍后有机物少一点 这样的兰花体内有机物 积累多了 就能满足兰花生长孕育的条件 好了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兰花 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